用量桶抽取25毫升的水氧 把水氧转移到试管 然后加入一滴的木酸胺硫酸 也就是A溶液 和一滴的绿化瓦石 也就是B溶液 将溶液摇混大约一分钟 如果出现蓝色 即是表示磷酸胺的存在 将溶液移到一支较小的试管 再放入分光光度计量度透色度 根据读数 就可以在标准曲线上 找到磷酸胺的确实浓度